这要杀了你 吐舌头啦 一笔知道换是笔是 不是吧 上一集再都要看了 AI魔改了各种表情帮和影视剧影片的画面 只有这些小伙伴们都说觉得非常有意思 还想再来一波 你们真的很喜欢AI的魔改风格 对不对 我又在网上搜集了一波魔改表情帮 上一集咱们看看基本上都是一些现代剧 今天就来带大家看看AI魔改装剧 说到古装剧 最出名的莫过于正宗环传啦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是怎么魔改正宗环传里的不一场面的 第一个片段 怎么突然爬起来了 是不是硬女生了 对吧 我记得这个片段不是樊上躺在床上来带死了吗 怎么突然就站起来了 他变成了一个女人 改变个硬幕神俱有的一拼了 这一段应该是甄嬛小铲的那一段吧 我记得是哭得很伤心啊 这么该是胡乱吃东西了 我竟然还出现了小狗狗 还有猪 还开始打电话了 这难道是在打电话给自己的爹妈妈 你真的让我做得好陌生啊 戴上了墨镜 笑场了 梅姐姐若知道她还温时庆的孩子 得皇上多年疼心 又开始啃心腿了 能不能专心点你 你这个毒妇 这要杀了你 吐舌头啊 你比这道坏是比谁 不是吧 这末真乱给我看了一击里了 这这甄嬛和皇你吐舌头真的有点恐怖啊 看来这AI暂时还是代替不了人类啊 这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乱七八糟的 这皇上也开始吃汉堡啊 这皇上也开始吃汉堡啊 啊 甄嬛也是汉堡 皇上吃冰昏 甄嬛太饿了 皇上也开始喝红酒了 和甄嬛举腔了 怎样小伙伴们 这魔改甄嬛看着过瘾吗 当然 不止甄嬛传被魔改 甄嬛传的子那天如一般 甄嬛都魔改了 不认识成熟 太后皇上皇后娘娘 贤妃谋害皇嗣 这人脏并果不从体赖 皇上怎么戴手表了呀 还玫瑰人一个人一个公导 你还两位皇嗣一个公导 这皇后在干嘛喝可乐啊 啊 皇上开始买手机了 啊 还有聊天记录 谢妃 把贤妃戴上了墨镜了 太后 皇上皇后娘娘 真切摆口摸面 啊 鞠镜了 我怎么感觉这AI在人类手里面 这有病似的 玫瑰女哥 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小时候对于最有阴影的一段 就是容容我给紫薇扎针的那一段 先来带大家看一下原版视频啊 鞠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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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我的 坏 虽然过去了很多年 但是每次看这个片段 我还是会觉得浑身紧张啊 现在来到这里来看看 这件事怎么不敢 红红我扎针这个片段呢 你们来抽抽 啊 这啥情况啊 怎么开始吃年糕了 还不喝橙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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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西娃 啊 这是啥 牛奶了 啊 紫薇看着味容嬷嬷了 不过这紫薇为什么到最后 越来越不像紫薇了 大奶奶反正变了个人似的 小伙伴们 感觉这AI还不是很成熟啊 虽然说AI暂时还代替不了人类 可是她的这个能力技术 已经把人类的面部保持 我女的如此之逼真了 再过一段时间 咱们会不会方便出来 哪个是AI做文派的视频 哪个是咱们人类自己拍出来的视频吧 那今天咱们就先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的话 点点小欧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